在各大音乐奖都大棒异彩的 Cardi V跟Paul's Malone 本来是葛莱美音乐奖 最佳新人的热门人选 但是现在居然传出 两个人都被拒门外了 为什么呢 首先是Cardi V 他之前的一首歌叫做 Bodak Yellow 因为呢 这个非常的厉害这首歌 他曾经入围过两项的葛莱美奖 那依照规定呢 曾经入围过葛莱美奖的歌手 是没有办法缴足新人奖的 于是呢 他就非常的遗憾 那么Paul's Malone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的这张专辑 有Stony卖得太好了 据说这个成绩 已经远远超越了新人奖的标准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啦 就是说卖得好 跟就是新人奖有什么关系 但是anyway 他就是不能够角逐新人奖 所以两个人呢 很遗憾的都要和新人奖擦身而过了 只能说成绩太好 好像也是一个罪过 实在是有点不公平 好 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 近期在各大颁奖典礼大放异彩的Cardi B 和去年一首Rockstar 红遍全球的美国饶蛇歌手脖子马龙 原本都被看好为今年葛莱美最佳新人奖的热门人选 不料却在近期证实这两位2018最炙手可热的新生代饶蛇歌手 竟然都不能提名葛莱美最佳新人 原来依照新的葛莱美新人奖规定 有入围过任何一项葛莱美奖的歌手都不能再角逐新人奖 而Cardi B曾以超夯冠军单曲 Boja Kiello 入围过两项葛莱美奖 因此不符合新人奖资格 而波兹马龙虽然符合新人奖的资格 却在提名票选中落败 原因竟然是因为他的首张专辑Stunning实在太成功 其中收录的单曲White Everson和Congratulations 都获得美国唱片业协会多次白金认证 卓越的成绩也因此让马龙被认定为 已超越最佳新人的标准 22岁的波兹马龙虽然外表超龄 但直率的个性让他多了一份亲切感 不修蝙蝠的他具有惊人的音乐才华 凭着一嘴超有感染力的老派灵魂乐嗓音 吸引到不少名人粉丝 例如加拿大人气歌手小贾斯丁就主动和波兹马龙成为好朋友 还有另一点让波兹马龙越来越惹人注目的 则是他身上越来越多的刺青 近期他更大胆的尝试脸部刺青 把英文单字 Always Start 分别刺在左右两边的眼睛下方 也意外引起不少网友热议 而启发波兹马龙开始刺青的 就是他的好朋友小贾斯丁 波兹马龙在受访时更透露自己身上的刺青 能让他的精神得到更大的力量 而他的刺青之路才正要展开